彩排然後錄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執行 然後可是這邊執行的缺點就是 他這邊沒有辦法像這邊可以按下就可以馬上OK了 再來的話接下來還有一個地方就說 到底他背後什麼可以讓我這麼快可以做完呢 基本上他背後的程式也一樣可以從哪邊呢 聚集裡面點下去 如果你想知道他背後的程式的話你看看編輯 或者是說你直接開V就basic也可以 其實開這裡跟開這裡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按編輯 比如我想要看這個程式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然後跳出來就長這樣 不過理論上應該他是整個 VBA他是整個環境是放這麼大 那我的習慣是把它大概縮小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因為我可以一邊 看著我實際上以色列裡面要做什麼動作 然後再對應到程式我要怎麼撰寫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這裡面接下來要做第一步 我建議稍微了解一下環境 因為呢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的 跳出來這個東西 編輯之後這個就叫做Visual Basic 其實就是VBA VBA的環境就在這裡 那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彈開之後的話他程式在哪裡 SUB 有沒有發現 手機號碼串接 小花壺 END SUB 所以特別注意哦 他的程式就是這一段哦 有沒有 那號碼清除呢就一個SUB 然後手機號碼清除有沒有 然後底下END SUB 所以特別注意哦 下一段在這裡 也就是他一個頭就SUB 尾巴就END SUB 程式就在裡面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他放在哪裡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把裡面這個XX關閉 他實際上一定是放在哪裡呢 這一個專案 所以你會把這個專案名稱 會取跟這個名稱是一樣的 這哪裡呢 模組裡面哦 所以以後 特別注意 寫VBA 或者錄據集都在模組裡面 所以你把模組點兩下打開 程式就在這裡了 OK 那再來的話姿態小怎麼辦 有沒有 這好像9號是吧 工具裡面一個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大概12號 OK 按確定 這稍微看 那再來的話 我是建議哦 以後如果你寫完之後 前面有單引號 所謂單引號開頭是註解哦 也就是後面的東西不會被執行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我做過的事情哦 我按個TAB鍵 它縮牌是按TAB 我會在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把什麼 游標放在12儲存格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哦 這個單引號哦 游標 比如我可以自己寫一個哦 游標 放在12 這樣子 OK 那你會發現 游標這個移開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下面這一行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要寫這個動作 甚至你不用錄製 你自己寫也可以哦 那在那個VPA裡面哦 用有一個叫物件名稱叫Range 一二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點Slater就有點像一個動詞 一個方法 是吧 把游標放在這裡面 就這個這一行 我們剛剛不是做三個動作嗎 所以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不過這個註解可能自己寫啦 因為這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喜歡怎麼寫就怎麼寫 有沒有那這個應該就輸入公式啦 有沒有就輸入公式 當然我們 其實沒有直接輸入公式 我們是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這裡打勾就好 哎 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剛剛沒有把它刪掉 其實你可以重打 你也可以直接打勾就好 那當然後來發現 乾脆直接打勾就好 然後先做好 然後再游標放在這裡打勾 他就把我公式 直接有沒有 Formula Formula就是他裡面的公式 那幫我怎麼樣 放在目前的儲存格 目前儲存格 Active Sales 就是意思就是一二啦 OK 一二裡面的輸入公式 就輸入這一串 一直到哪裡 到這裡 不過我從來說 老師那裡面怎麼怪怪的東西 你會發現有幾個 幾個特徵有沒有 這裡面的雙銀號 他變兩個了 不是一個就好了 因為要去一個 這個VBA用的 跟Excel裡面公式用的 兩個都是雙銀號 那怎麼辦 你如果公式用的你就變兩個了 他是他的規則 OK 所以零九 那R就列 C就藍 意思是說 他的相對位置要移動多少 所以這個是寫給 這個什麼 Excel他就看得懂 就幫你做出那個公式出來 Auto fill就是自動調整 自動填滿 OK 就是針對那個範圍自動填滿 所以當然你錄製完之後 建議還是稍微看一下程式 並且怎麼樣 這邊加上註寫 OK 有沒有 前面加個單引號 把步驟寫一下 如果你不寫 其實也可以run 可是下一次你看這個程式 你會看不懂 另外的話 你也沒辦法增加你學習VBA的那個 這個功力 因為其實你將來要懂得自動化 還是要先從錄製劇開始 OK 所以後面這邊請各位自己加一下 有沒有 就是單引號 1做優標放在12 然後我這一行其實就是12 實際上就是Ctrl Shift向下 那第三個就是按下什麼 按下Delete鍵 所以按下Delete鍵 實際上就是什麼 Clear Contents 所以其實慢慢你會有個理出一個規則 以後的話 甚至你不用錄字 自己寫的也可以 可以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大家了解一下 那個我們寫的程式放哪裡 他錄的程式在 特別是在這裡 然後 然後 可以把它試關掉 你打開看看 另外的話 建議自可以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的撰寫風格 另外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當然你不要沒事 這個看到叉叉就想要把它關 叉叉把它關 OK 像之前就有同學把它關 關完之後 糟糕 不見了 怎麼辦 其實 他想說關掉重開會不會就恢復了 還是一樣 悲劇 他想說 他很想要把它重灌 我說不用嘛 幹嘛重灌 檢視裡面 在哪裡 專案總管 出來了 下面有個東西對不對 檢視那個叫什麼 屬性視窗 它會遮住沒關係 向下拉 程式呢 模組了嗎 點兩下 就OK了 所以特別是以後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的位置關掉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把它打開 但是沒事 像之前還有同學問到什麼問題 他其實就是很喜歡亂動這個環境 他就講 可能不小心按住這個上面這個吧 然後把它拖拉出來 然後就又出來變浮動在上面 程式可不可以寫 一樣可以寫 只是說那個感覺就跟我上課講的不一樣 它變浮動在上面 他說老師那這怎麼辦 是給我出難題嗎 OK 然後結果後來 他說沒關係你就放這樣嘛 這樣也可以啊 他說 可是就是不一樣跟你不一樣 怎麼辦 後來我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沒遇過 我沒有沒事 就玩這個東西 後來我終於研究出來怎麼讓它恢復了 其實有個訣竅 還是真的很麻煩 也沒有一本書解到這個 就是你要把 把游標 按住標放 把這個東西 移動到 這一條邊界上 它就會靠攏 這個線上 放開 它就回家了 它就回家了 有沒有 這怎麼釋出來了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釋出來了 我真的我 一直想說奇怪 為什麼它沒辦法回去 有沒有什麼方式 終於呢 我就用了剛剛那個方法 就是移動到這個線上 它終於就放進去了 不過現在沒事 不要亂放 不然等一下要出狀況 OK 那就是至少你要先熟悉一下這個環境 並且在上面加上註解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因為以後的話 我們會有蠻多機會 會需要自己在這上面寫一些誠詞出來 然後 其實VBA能做什麼 其實只要你滑鼠鍵盤能做任何事情 通通都可以用VBA做到 函數部分也全部都可以用VBA取代掉 是絕對部分 但是它的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需要 懂得撰寫程式 大概講白的就是 它就是一個程式設計的環境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有些程式你不會寫沒關係 它可以用錄製的 所以你們回去吃 回去的話 假如有時間 我是建議 第一個你就上班如果用到Excel的話 盡量把我們上課講的這些東西 好好再多練習過 包含就是說 像今天有講的幾個函數 或者文字類函數裡面沒講到的 你也可以去把它通通再練習過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可以的話像樞紐分析表 找這些功能 找一個類似的這些案例 你也可以多多把它試著做做看 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有重複性的動作 你需要它每一次都重複幫你做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不過呢 錄製聚集當然還是有限制 什麼限制 就是你 還是非得要滑鼠鍵盤的動作做一遍 但未來 很多事情 可能 不需要的麻煩 變成說呢 乾脆我們自己寫算了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錄製的 我想要用 自己撰寫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是可以做出一樣的結果 但是是自己寫的 自己寫 該怎麼寫 待會兒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